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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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却把所有的也失掉了 贪婪是欲望无止境的一种表现 病态到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永不知足 继续发展只会贪得无厌 有这样一则预言故事 父亲带儿子捕鸟 准备好道具后藏了起来 没多久 飞来了九只鸟 有六只走进了他们准备的箱子 儿子想拉绳子 又转念一想 剩下的三只应该也会进去 再等等吧 等了一会儿 另外三只飞带没进 反而全部飞走了 最终一只鸟也没捕到 捕鸟的儿子因为一时贪婪 失去了本该捕捉到的六只鸟 生活中我们努力想要获得更多 原本无可厚非 但在被贪婪盲闭了双眼之后 失去了感恩知足的心 最终得不偿失 知足称君子 贪婪是小人 智者懂得适可而止 即时止损 而卑劣的小人异想天开 妄想用最少的成本 获取最大的利益 舒本华说过 财富就像海水 饮得越多 渴得越厉害 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金钱 名利和地位并非越多越好 有时候 执着于追求虚无缥缈的身外之物 反而会失去本心 丢掉最珍贵的德行和品性 把手握紧 什么都没有 但把手张开就可以拥有一切 当我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不再充满贪欲时 快乐就会不期而至 庄子说 交流潮于森林 不过一只 燕鼠饮河 不过满腹 鸟儿只需要一个树枝就可以安家 燕鼠喝水 最多也不过是喝饱 在人人不断追求更富有 更成功的今天 我们却已经没有了知足常乐的心态 王耀明说 无备用功 只求日减 不求日增 减得一分人欲 便是富得一分天理 何等轻快洒脱 何等简易 定期清理家庭卫生 只留下必备的东西 你慢慢就会发现 原来有那么多东西 都不是必需品 定期审视自己的人生 才发现 有那么多占据自己经历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任何价值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名声在外 但是晚年的时候 陪伴她的却是孩子小时候的玩具 画本 她为事业奔走一生 最后才发现 孩子才是她内心最柔软的温情 人生从来不是加法 而是减法 不断选择抛弃哪些不必要的东西 内心才不会被遮蔽 光照进来 才能看清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借争辩 老子在《道德经》说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然而生活中有许多执着于自己观念 爱与人争嘴上英雄的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 衡量事物的准则会不同 以自己的标准 对着别人的想法指手画脚的人 就算最后争赢了 也毫无意义 林肯手下的一名军官 个性急躁 凡事都喜欢和别人争论不休 所以经常和别的战士们争吵 整个军队氛围经常乌烟瘴气 林肯为了改正这个军官爱争辩的毛病 处分并告诫他 成大事者 不能斤斤计较 做无谓的争论 不但对性情有损害 还会影响自制力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不妨宽容大度一点 就如同跟一只狗想行 不如让狗先行一步 假如被狗咬到了 即使把这只狗打死 也不能马上愈合你的伤口 退一步海阔天空 学会尊重别人的想法 耐心倾听 客观分析思考 藏起自己的好胜心 会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促进彼此关系 村上春树曾说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桶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得起人这个称谓 作家平开顺曾讲过父亲中风的经历 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 以前负责党群工作 后来退休在家 他的父亲有一颗狭义心肠 喜欢管一些不平事 一次平开顺的父亲看到小区人行道上停着一辆车 由于人行道窄 让过路的人很不方便 当他看到车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 他便过去劝说 虽然道理讲了一堆 但年轻人仍然无动于衷 大概是被他说烦了 年轻人张口骂道 我在这里碍着你什么事了 你要是没事 赶快滚一边去吧 话说完后 平开顺的父亲特别难受 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事情过去两天后 父亲就中风了 平开顺说 当时父亲心里就憋着口气 他最不能释怀的是 自己明明句句在理啊 为何反而还被骂呢 这年轻人也太没素质了吧 其实平开顺的父亲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那就是太与烂人纠缠 对方明明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却还期望用道理感化对方 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让自己更加受伤 当一个人从急于争辩 懒于争辩 再到休于去争辩时 就已经赢了 借说谎 阿尔巴尼亚有句谚语 谎言是跟浮沐 早晚会被冲上岸 诚实是做人的基本美德 不但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 树立好的人格信誉 还能获得心安 所谓人无信不利 一个人失去诚信 便无法立足于社会 美国总统华盛顿年幼不懂事 砍掉了父亲的两棵樱桃树 父亲回来后非常生气 要查明是谁砍了他的树 询问华盛顿时 华盛顿毫不委过 全盘托出并承认 父亲抱起华盛顿说 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 也不愿听你说谎 诚实的语言能体现一个人有正视自己行为的勇气和担当 真相永远不会被改变 改变的是内心 谎言不会欺骗太久 只会蒙蔽自己的双眼 所以我们要减少谎言 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 脚踏实地地过好这一生 诗人雪来有这么一句话 谎言是自己会堵死自己的蝎子 自作聪明的说谎 不仅要费尽心思去圆谎 还会毁掉信任 甚至丢失尊严 最终良心不安 遭到谴责 所以要想心安理得 就不要欺瞒别人 当一个人用诚实的心态行事 迎接你的也会是坦荡真诚 做人要保持三戒 戒贪婪 从贪欲中解脱自己 学会知足 学会在远处欣赏人生美景 戒争辩 从争论中解脱自己 学会让步 学会在低处倾听不同的声音 戒说谎 从膝甲中解脱自己 学会诚信 学会在迷雾里仍坚守自我 愿你我都能保持内心的坚守 做到心中有戒 行有所指 在这个纷扰世俗的世界里 活出高度 活出价值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